好 所以说呀 天无绝人之路 我本来心里急得跟省了死 可是看到三娘害羞那一笑 我觉得世界都可以为之一宽了 但是宋尹章还是让你伤心了 是有一点 可是比不上你的伤 我这点伤心剩也没省了 而且尹章她虽然老叫我姐姐 可是实际上也不小了 我们本来就应该尊重她的意思的 要是你 伤得这么重 真的没必要特地过来看我的 你这突然一下那么温柔吧 我有点不太习惯 这样 习惯了吧 还可以啊 嗯 你什么时候才能从王城寺搬出来 老在外面见面 自己多累啊 再哭个一两天吧 这一次的冒遥 是电圈寺指挥家办 要杀的人又是肖相公 一个是官家清醒 一个是当朝收复 两天 朝当上那就要一个兴风雪 咱们还是在这里见面 比较安全 其中上 你怎么办呢 我是听查部的客人说的 听说冒遥也去了她的府上 让其中成也是吗 她没事 一个人 如果想把自己从一件案子中摘出来 最好的方式 就是伪装臣受害者 那冒幽暗的祖师是什么 她曾经 是我最敬重的人 但以后不再是了 来 手脸憋怠 你也是 你们用兵的事情 应该早跟我说了 那个石潘真的是活腻了 竟敢刁难到你头上 给你看着啊 等我身体调量好 给你慢慢收拾她 没什么的 做生意嘛 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的 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兵了 杜长风那也生见了 那支撑你们多久啊 我们黄尘寺下头管住兵锦屋 是专门给内廷用兵的 就算我不宜全慕斯 给他们买一点回来给你们用 可以吧 真的 嗯